如那个我说一句这话不知道该问 但是我当红娘的我得问了 就是你是比如说 就是不能接受两个人说在一个床上 因为影响睡眠 还是说不能过夫妻生活呀 没有那个意思了 落了壳了 或者在七月七月了 或者是啥了 那个旅游旅游了 其他我没有那个 在性质上面我没有 哎呀我嘞个句 红娘你是啥玩意都敢给大爷了 这么露骨刺激的话题 属实给老铁们一个开瓶暴击呀 不过咱红娘也是已婚人士的 老这点敏感话题也是挺不当回事低 人高低就是个动物 三纲五常人之常情不是吗 下面就先来介绍一个今天的大爷 李克中76岁散五 会修金五个千长春是友邦 不过我咋看着大爷的头型有点不对劲呀 这这个是假发吗 对呀 从啥时候开始戴假发的呀 五十多岁吧 那是为啥呀 还是因为头发少吗 头发少啊 啊 他的老师就有点配的 我的头卷卷头啊 确实是年轻不少 乖乖龙地动 吓得七七手都哆嗦了 这可真是以实物为准啊 主打就是一个大反差 不过大爷您待归待好歹也整个 和自己形象搭配一点的好假发 咱也不差那个钱不是 现在的假发有的人不说根本就看不出来 你这可倒好生怕别人看不出来似的 原来大叔和爷爷只差一个假发呀 李大爷讲话了他为人师表几十代 为了让别人看起来他精神抖擞 保到不老的状态他已经戴了16年假发 但你别看老头在外打扮的局里局气的 在家里可是不拘小节十分简朴 现在还用着结婚时的老家约 平时穿的衣服也都是儿子淘汰的 把老一辈的勤俭节约发挥到极致 我们当老师了 当后勤主任公会主席都干了 他应该叫真 你看平时要什么黑板插了 要戳布了 不到时间我都不愿意给他 我就因为他们铺上浪费 怪不得人家都说臭老九都抠文 特别是男老师特别缩急 该说不说这十个老师九个扣一点都不假 身边们总是对李大爷开玩笑说 他就像个只进不出的皮胸 其实大家都指的就是故意刺激他的 不过在后代子孙的教育问题上 他还是比较慷慨大方的 孙女的整个花销全是我付 你现在工资开多少啊 五千 那你每个月得拿出去多少给这个孙女生活费啊 我就是一学期给我孙女学大费两万 一学期给两万那一年就是四万块钱啊 对啊 那你这个一个月开五千块钱 你十二个月你才六万呢 你一年给你孙女拿四万 六万花上我这有点存款嘛 其实这数那就不一定太小了 我待着多少我就不便到 你就是你这个利息钱一个月能不能改善你开的工资啊 这老头还留着一手呢 还可这给在咱红娘打马会 不过咱红娘也是长江底的石头 见识过大风大浪的人了 但咱也可想而知她的存款大概有多少 照这样推算利息都能顶上她一年的工资 工资一大半给孙女交绝费 然后利息钱给儿子补贴家用 这爹是真好啊 不说是啃老就是爸爸呢 反正大爷就是一个儿子一个孙女 他的前百年之后剩多少都是儿子一家的 还有一大笔抚恤金想想就眼缠啊 李大爷的老伴刚去世半年 俩人抗疫情深五十载如今天人永恶 大爷来不及悲伤就要进入下一段感情 因为有人告诉他缓解伤心的最好方法 就是赶紧开始新的恋情 这方面挺注意演员的 只要演员能过去 希望再看人看眼儿能够能够视眼 剩下我啥都不用了 话说就是有病我都不怕 有病看病呗 你说你像糖尿病谁没有啊他们 我血压稍微高点谁没有啊 只要演员视眼的别的我不计较 果然男人至死是少年啊 大爷说只要女方颜值过关 即使有点小毛病还也都能接受 一惊老头都里不差马那样 不过大爷紧接着又补充了一个条件 属实让老弟有点这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随之而来的还有红娘的一个问题 我公老伴有二十多年了不得一个屋 这是我这就是我的屋 是吧那大屋谁来你那咋得 你那天什么家具 那怎么收怎么收 那你要是再找老伴的话 你俩是分开两个屋睡啊 到老了一定时间还是自己睡觉 或者上厕所来 明白吗 如果那个我说一句这话不知道该问 但是我当姑娘对我得问了 就是你是比如说就是不能接受两个人说 在一个床上因为影响睡眠 还是说不能过夫妻生活呀 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意思了 落了磕了或者在一块七月七月了 或者是啥呢那个旅游旅游了 其他没有我没有那个 在性的方面我没有 哈哈原来是徐悲鸿的马 中看不足用了大爷 躺一起除了身上躁热难受 其他的啥也干不了了 倒不如各睡各的白天 是夫妻晚上当兄弟 人家赌王七十八岁 还生了最后一个闺女呢 咋的大爷这就不行了好了 于是红娘根据大爷的要求 找来了方陵六十八岁的田大妈 田海如离异 退休金四个钱 在长春和儿子一家同住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请坐吧 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还带水果干什么 哎呀还带水果干什么 哎呀到家里都有 好坐吧 请坐请坐 不用不用 他们都没换鞋 都没换鞋 都没换鞋 一说就换鞋不放鞋 那走了我再推一次吧 第一印象咋样 还行 还行 有没有演员啊 还行吧 啊 你都六十多了 你要休息一下十八岁 那不就行了 说得过去就行了 啊啊 白已经够了 人家长挺白的啊 一对熟第一印象咋样 还行 这不就成功一半了吗 看着俩人倒挺像是一路人的 俗话说的水不是不知身体 人不骄不知好歹 还是赶紧坐下来烙点正经科吧 你有啥希望有啥要求有啥问的 你接着问我 我我 没啥就是想 我我肯定 愿有个油 愿打个小麻将 别的也有要求 打麻将就叫打呗 能成熟了吗 打得不得十二点 不还得回来吗 是不是 只要能回家就行了 可以啊 说话什么的 挺大量的 小赌博吧 不算大赌博 你看一部分 这不又离成功近的一步吗 不管是大麻爱打麻将 还是爱旅游 大爷都一一答应了这些要求 别看这些都是烧钱的爱好 还是那句话 只要大爷相中人了 他舍得家底子给你花钱宠着你 整的大麻也属实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这比彩票中奖还稀罕啊 旅游就去呗 他四千多 我五千 将近一万 你就去呗 对吧 我还有继续 拿这个万八千 上来上来 我去欺欺咋感觉 这大爷的表情有点猥琐呢 节俭了一辈子的牢里头 为了得到第二春的老伴欢心 也是蛮拼的舍不着孩子套不到朗 而且大爷不光在金钱上非常大方 在对女方和他儿子的问题上 也是大格局 你离女儿的时间长了能行吗 那倒没关系 那才有自己的家 那我离一场这么近 我说回来就回来吧 那你不要回来 天亮到这点你放心 我还是随习你自由 但我替你考虑 但你说随地今天我想着了 你就可以回来 你说我住三天可以 住半个月也可以 老头这几句话说的 也是直接拿捏柱田大妈的 真是抱着火炉吃西瓜 身上暖红红心里美滋滋啊 真是哑巴吃黄莲 一物降一物呀 李大爷还是比较有细节的男人 以后过日子的方方面面 他都替大妈考虑得十分周到 大妈这边对老头也是一百个满意了 于是就提出隔天去大爷家瞅瞅 毕竟咱有来有往才能开始 下一步不是 第二天田大妈就买了几兜的菜 准备来大爷家大显身手 摆制几个菜 我这回到你家的比那不行了 那是 那挺荒大 这是我的小卧室 我爷就在这 这是我的 这是我老伴活的时候 我老伴就 这个方向还行 然后叔也说了 这个家具呀是啥呀 你又不喜欢的 你愿意咋折腾咋折腾 是不是说啊 对 那不让咱就买呗 是欧式的 是法式的 咱就买 只要有这话就行 你捨的花钱就行 他你全部就得花 他该花花 要不让人到过日子变了八区 从来都不睡 房屋 不怕小 新款就行 他见的时候拿出钱 修一修那我就行 哈哈你还真别说 老头这小嘴巴巴的真会哄 这就是妥妥的好面嘴呀 把老太太哄得心花怒放低 可这存款和退休金使劲糟呗 妻妻就在想和原配妻子 不舍得花钱 抠抠嗖嗖挺挥过的 这老伴刚走半年就在续闲 还舍得花钱了也不抠门了 老弟真是替他原配感到惋惜呀 但就是不知道田大妈一会儿 知道老头分床睡的要求会同意吗 你看这是我住的小屋 这是我老伴住的大屋 你发明发现啥问题 那我没发现 没发现啥问题 熟吧就是说这个宿舍大了 两个人在这个一个锅 在一个宿舍睡觉 可能就觉得两个人 都不习惯了 对都是这样 我现在十多年了都是自己 你也是啊 来个人以后吧 去到床上就觉得 也翻个身啊 也都觉得是 这完全无所谓的事 上厕所是吧 你一上厕所那也就睡不晓了 这最后一个要求都能接受了 俩人之间就再没啥隔阂了 真是捧着鲜花坐飞机 属时美上天了呀 红娘悬着的心也彻底放了下来 既然大爷大妈都没啥意见了 那咱接下来就请好吧 这个阿姨也表示感谢你们了 没人你们牵下红娘牵下 我们是哪能认识她的 是不是 祝你幸福阿姨 阿姨谢谢你们啊 就全力以赴住了 全力以赴咋的 对得也好点吧 挺好 叔跟爷完了以后 你俩好好过 是不是 这或许就是人们口中说的真爱吧 王八绿豆对了呀 生死相依永相伴 大爷宽容大度有格局 大妈温柔贤惠能吃价 这才是真正的老年人相亲 好几天了终于成功了一对 七七真心替他们感到高兴 那就祝福大爷大妈能够白头偕老吧 520临近老铁们有没有给对象准备礼物呀 有情提示今天再不下 但当天真收不到乐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